小雪是一个护士,她长相频繁,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女孩,为此她没少遭到别人的嘲笑,就连进便利店买东西的时候,也听到旁边漂亮的女孩子嘲笑自己长相普通。 小雪内心很自卑,她没有什么朋友,甚至连在一起多年的男友也对自己提不起兴趣。 每次和男友提及结婚的事,男友总是用各种借口推脱,只有医院里一个住院病人说她心地善良。 在遭受了种种挫败后,小雪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一个广告,客服小狐说,有一个可以让她变漂亮,增加魅力的方法,于是她便想尝试一下。 第二天,她果然收到了一尊小狐仙像,开始按照指示奉样小狐仙,每天用鲜花和白酒等供奉。 之后小雪发现自己果然越变越好看了,眼睛越来越明亮,整个人越来越有魅力,不但同事们说她变漂亮了,就连在便利店上班的东青也发现了她的改变,外貌上华丽的转变,让小雪走到哪里都招来其他人羡慕的目光。 男友也说她像变了一个人,变得越来越美,越来越有吸引力,这些都极大的满足了小雪的虚荣心。 她庆幸自己的决定,更加坚信供奉小狐仙是对的,她还想变得更好更美。 一个晚上,小雪下班后如常去便利店买夜宵,离开的时候,东青分明看到小雪身上有两个影子,其中一个还带着尾巴的。 赵丽似乎看出了点什么,她告诉东青,不同纬度的生物把小雪当作宿主,二者已经融合得很深了,但是此种融合也会有副作用的,尝到了成为美女的种种好处。 为了能得到更好的效果,小雪按照电脑里小狐的指示,不惜用自己的鲜血去与小狐仙签订了共生契约,并且表示绝不反悔。 而所谓的小狐仙其实是赵丽口中的药,她们寄生于人体,以人类的贪婪、虚荣,极度为食,而随着药与人融合的加剧,她带给小雪的副作用也开始显现了。 这天就在小雪上班的时候,平常自己每天都见面的病床上的病人竟然认不出她了,小雪赶紧来到镜子前,发现自己的脸变得满脸皱纹,又老又丑。 小雪吓得赶紧跑回家,打开电脑问小狐,为什么自己会变得又老又丑? 只见电脑屏幕上不断重复回答的是绝不反悔四个字。 正在这时,男友回来了,不明白小雪到底做了什么,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? 她只问小雪,供奉的是什么? 自从小雪开始供奉这个以后,就变得越来越虚荣。 说完不顾小雪的挽留,生气地离开了。 就这样,小雪在夜晚是一个光彩照人的美女,而到了白天,却是一副又老又丑的模样。 意识到这种变化的小雪去444便利店向东青求助, 赵丽说自己可以帮助她彻底剥离她羽药,使她恢复到原来的模样。 我和药的结合没有错。 如果这个器皿能够让我变得漂亮的话,我愿意。 但小雪已经在虚荣的道路上走得太远,根本放不下这副美丽的皮囊。 尽管那种畸形的美丽只存在于短短的夜间,她也不愿意剥离出来,不愿意回到过去的样子。 赵丽说她已经见过太多的人,宁可做一时的女王,也不愿一世的平庸。 最终小雪辞去了护士的工作,抛弃了亲情、爱情、友情,在两种极端的身份之间游走,迷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